25號是聖誕節 六江電力土地所有的活動 24號是來到老五老 日朝中心報家音 小朋友是唱歌跳舞 算不歡樂給四大 另外也準備他們親手做的奶酪 和四大分享平衆 為伴四大做會 快樂過節 小朋友天真鼓勢的表演 是讓中部非常開心 六江電力土地所有今天是 帶到小朋友來到老五老 日朝中心為中部好家音 看過這個高粹的表演 沒中部這會躲過聖誕節 今天是平安夜 明天是聖誕節 我們特別帶小朋友走出戶外 來到我們老老 這邊跟長輩們 一起來做互動 過個愉快的聖誕節 除了跳舞 我們等一下還有小朋友 各班他們做的奶酪 還有做的卡片 要送給阿公阿嬤 玩那個丟沙包 還有玩球 讓阿公阿嬤跟小朋友 過個愉快快樂的聖誕節 對處老五老去金會 是特別感謝他們 和中部也可以 做到外界進行活動 非常感謝入港正應遊園的園長 及師生 特別在聖誕節的前戲 然後到我們老五老基金會 然後讓小朋友來報家音的活動 藉由就是活動的表演 以及跟長輩的互動中 可以讓小朋友 就是學習到知老愛老這樣子 那同時 長輩也會覺得 在聖誕節前戲的時候 看到這麼多的小朋友 會覺得很歡心很快樂 中部的大家都非常開心 不僅有人不贏開港 還有表演可以享受 讓你打過歡樂的一天 新中華新聞 我們穿兩千樓幹 彩虹爆燈